这个女人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可奇怪的是 其中一个孩子白肤白发 甚至连铜色都十分浅淡 父亲原本没当回事 可当他带着白发孩子外出时 孩子却开始哇哇大哭 父亲回头一看 原本白皙的脸上居然生出了奇怪的黑斑 他这才知道 原来大女儿不能晒到太阳 一旦触碰到阳光 身上就会长出奇怪的黑斑 然后就是连续四五天高烧不退 自那以后 父亲就禁止女孩踏出家门 可随着女孩的长大 逐渐地察觉到了自己的不一样 为什么妹妹可以出去玩 可自己却只能待在家里 妹妹为了哄她开心 便抓来许多的蝴蝶 放到房间里 告诉她这是在一处花田里收集到的 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象 姐姐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了 于是在一个阴雨天 妹妹瞒着父亲 将姐姐偷偷地带了出去 本以为只要有乌云挡着就没事 可刚走出没多远 姐姐就不适地倒在了地上 脸上逐渐浮现出了黑斑 因为这次任性 姐姐一病就是半个月 父亲非常生气 妹妹也终于知道严重性 自那以后 她再也没有向姐姐提过外面的事 姐姐问她 妹妹却借口说 自己已经忘了那片花田在哪里 可她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句话 在姐姐的心中埋下的心结 时光飞逝 十年过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妹妹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时常会叫她出去玩 虽然只是平常的对话 可到了姐姐的耳朵里 却是每一个字都刺痛了她的心 终于她爆发 妹妹有些不知所措 问姐姐怎么样才能让她开心 从此以后 她再也没有为妹妹打开过房门 本以为自己将会在里面度过余生 可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的怜悯 在她的有生之年 居然遇上了百年难遇的日识 刚好妹妹和父亲都不在家 于是她偷偷跑了出去 没了阳光 她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外面的世界 感受到了溪水是冰凉的 鸟原来可以长得五彩缤纷 还看到了从来没听妹妹说过的虫子 然后她按照儿时的记忆 想要寻找妹妹说过的那片花田 可却一不小心跌下了山坡 等她睁开眼 并入眼帘的居然是成千上万朵 如梦似幻的鲜花 姐姐以为自己找到了妹妹口中的花田 可她却不知道 现在根本不是开花的世界 这些看似美丽的花朵 其实就是导致日识的罪魁祸首 是